在无源低通滤波器后面添加一个跟随器,就形成了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,在其后面再续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,就形成了一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。 由于运放具有非常大的输入阻抗,使第一阶和第二阶之间互不影响。 由于输入信号依次经过两极电路,增益为两极电路的增益成绩,所以二阶低通滤波器的增益表达是为AS等于Jωrc加1分之1乘以Jωrc加1分之1。 为了描述方便,我们可令S等于Jωrc,则上面这个式子可以表示成AS等于KS加1分之1乘以KS加1分之1。 如果两极滤波器电路R和电容C的参数不同,则可以用K1、K2来分别表示,也就是AS等于K1S加上1分之1乘以K2S加上1分之1。 这个式子还可以通过运算画成一个多项式的形式,也就是AS等于K1K2S平方加上K1加K2乘以S加上1分之1。 为了更为简便,我们还可以令B等于K1乘K2A等于K1加K2,这样这个式子还可以画成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的最一般表达式,AS等于BS平方加AS加上1分之1。 其中AB称为系数,为了让表达式一般化,实际上S等于OmegaC分之Jω。 其实一阶低通滤波器也可以用通识来表示,只不过B等于0,这样一来,再多阶的低通滤波器都能使用一个通识来表示, 也就是AS等于B1S平方加上A1S加上1乘以B2S平方加A2S加上1乘以B3S平方加上A3S加上1,一直相乘到BnS平方加上Ans加上1分之1。 其中系数A1,A2,A3一直到An,和B1,B2,B3一直到Bn,代表不同级滤波器的电阻R和电容C的参数。 由这个通识,我们可以对任意一个低通滤波器进行讨论。 它可以是一阶或多阶,也可以是Battleworth,Chebyshev,Bassel等低通滤波器。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